看看这个 引进到国内 也能出功一样的是 反射网球因为它独特的优势 迅速受到侵害 因为这个项目呢 它第一个是 特别是简单一学 你想网球的 技术能准就比较高 没有这个 脚唱实际的专业的学习 很难上手 就这个呢 你没有任何排续项目 运动基础的人 只需要 三两个小时 就可以找回合了 再一个 它适合一种 年龄的群体 在今年的中国反射网球公开赛上 还出现了几位外国面孔 他们来自瑞典老瓦反射网球中心 瑞典拼弹长青树 瓦尔根内尔 正是它的创办人 与老瓦反射网球中心的合作 将是中国反射网球公开赛 走向专业化和国际化的重要一环 原来被咱们中国人 称为这个 拼弹长青树的瓦尔根内尔 到瑞典 他自己现在经营了 好几家这个反射网球的东西 而且就做得非常好 他们有意是愿意跟我们合作 而且他要帮助我们 把国际赛事 移进我们国内 那不单是我们这个赛事 要继续办一进 我们还要同时 还要清白一些国际比赛 谢谢大家 來吧